首先来看双边贸易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 当时两国的累积贸易额只有0.1亿美元 按当年的黄金兑换价可以兑换成6吨黄金 体积大约0.3立方米 只有个人电脑主机那么大 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 两国贸易额达到24.5亿美元 按当年的黄金兑换价可以兑换成226吨黄金 体积大约11立方米 这些黄金足够打造一辆纯金的小巴车 2003年两国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按当年的黄金兑换价可以兑换成9800吨黄金 体积大约500立方米 相当于每年生产出一座黄金屋 到现在中美两国贸易额已达到5551亿美元 两国贸易额可以兑换成12000吨黄金 体积约为620立方米 相当于每年飞出一架纯金打造的波音747飞机 在投资方面 中美建交以来 美国对华投资达750多亿美元 据彭博财富榜统计 巴菲特身价660亿美元 美国苹果公司CEO 蒂姆库克为100亿美元 美国对华投资额相当于两人带着全部身家来中国发展 现在中国企业在美累计各类投资超过385亿美元 这个数字相当于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和京东商城创始人刘强东 两人全部身家赴美投资 此外 中国企业在美的直接投资已经遍布美国45个州 在人文交流方面 1979年 中美建交之时 美国来华旅游人数只有6.78万人 相当于美国一个小镇的人口 现在 每年来华旅游人数超过200万人 相当于休斯顿一个城市的人都到中国来 下面来看看中国赴美旅游人数 1998年 中国旅美人数只有31万人 这个数字相当于北京延庆县全线人到美国旅游 现在 每年赴美旅游的中国人超过200万人 相当于延安市全市人口都到美国游玩一次 仅去年一年 双方人员往来就将近430万人次 这就意味着每隔17分钟就有一个航班起降 目前 中美两国已经结成43对友好省州和200多对 友好城市 目前 中美两国在对方国的留学生总数已经超过50万 中美分别为彼此的第一和第二大国际学生来源国 与此同时 中国在美国开设孔子学院已经超过了100所 美国有数十万中小学生正在学习汉语 而国人中间学习英语的热潮从未衰减过 中美国 中美国